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座博物馆珍藏的宝藏 一个王朝尘封了三千年的记忆 推土机把宝贝推成碎片 靠古学家罗西藏几经周折 终于修复了它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间由无数碎片拼接而成的巨大青铜鬼 不仅是鬼中之王 更是王者之鬼 他被称为胡鬼 因为他的主人是周立王 吉胡 周立王死后 后人给他起了一个嗜好 利 我们可以想见在他同志的时期 会是怎样一番暴力的情形 然而胡鬼的出土 却让我们看到了周立王 想要发奋图强 治理好国家的愿望 这似乎与历史上记载的 那个残暴昏君不太一样 一念地狱 一念天堂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 从文王算起 周立王是西州第十一位王 据西州灭王仅于两代 从周人的先祖 掌管农业的气开始 到公胆腹带领族人 迁居周园 再到武王伐咒 周公治理 西州经历了初期的盛事之后 王室的威慑力 从中期开始逐渐衰弱 通知时间长了 几百年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也慢慢地去衰弱了 这些通知者也有腐败 这肯定的 据实际的记载 昭王时期 王室的影响力就开始衰弱 到了周立王的父亲 宜王在位的时候 就有诸侯公然不来朝进天子 甚至无视周王颁布的法令 互相征法 到了立王时期 这种情况刚为严重 这是现仓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散事盘 也是目前出土名门最长的盘 它在清乾隆年间 就出土于陕西宝基地区 散事盘内 三百五十七字明文 是目前已发现的 第一部边界契约 记录年代 就在历王时期 据考证 明文中记载的散国 位于今天陕西宝基凤乡一带 西北方与泽国相邻 泽国侵入散国的领地 造成散国损失 散国要求赔付 又见于泽国不讲信誉的前科 于是找了很多人做见证 而且还将整个过程 记录在青铜盘上做证据 散国和泽国之所以发生边界之争 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把周王分封的土地 视为己有 不仅如此 从出土于宝基董家村 球卫家族教藏的青铜器明文中 我们看到 原本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而到了西州中版期 周王的土地 竟然可以私人交换 买卖了 原本是西州王朝重要税收来源之一的景田制度 也随之崩溃 诸侯们不断将土地据为己有 随之周王室收到的供赋 也越来越少 少了财政的支持 王室日渐衰微 相反 诸侯们则迅速强大了起来 再也不把周王放在眼里了 原本周王通过分封诸侯国 壮大开疆拓土的力量 并形成诸侯对王室众心拱欲的局面 以巩固西州的统治 没想到的是 最后却形成了王室 被众多强大诸侯包围的局面 据史书记载 周立王时期 楚国的诸侯无视周立王的存在 竟公然称王 也许周立王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危机 才决心改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父王 列位先王 我王室已经岌岌可危 不得不变 愿父王和列位先王保佑我 保佑王室 在胡贵名文中的这句话 意思是要任用有才华的新人 重整王室 言下之意就是 不再重用那些世袭的贵族旧臣 周立王在列祖列宗前发愿的这一刻 不会想到 这一句誓言 也许就是他一切悲剧的来源 任用新人就必然会发生权力的转移 这样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当时那些 未高权重的贵族们的一致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第一人 由此产生了一个词语 历史革点 周立王在新政中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把原本公有的山川林泽收为国有 任何人使用其中的资源都要缴纳费用 他又下令收回了大规则 多年来私自占有的产业 这严重触及了大贵族的经济利益 引发了他们对周立王的激烈攻击 和对新政的顽固抵制 为了避免听到反对的声音 周立王竟然派人监视人们 如果有人随便谈论他的改革 就抓走处死 结果大家在外面都不敢说话 只能用眼神来交流 周立王为了确保新政 采用了既简单又粗暴的手段 虽然短时间内堵住了人员 却阻止不了人心的流失 周立王的改革得罪了贵族 同时也伤害了国人的利益 国人在西州时期不是普通的人 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群 据记载 西州春秋时期 就发生过多次国人干预政治的事件 周立王的新政 不许国人无偿使用这些自然资源 从而使国人的生活处境 更加困难 于是绝境之中的人们开始暴动 也许连周立王自己也没有想到 一心想要强国 维护王室统治的自己 最终会陷入重磐千里的血迹 怎么会到这一步 怎么会到这一步 周立王带领亲信逃离国都 沿渭水河岸 一直逃到一个较致的地方 大概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霍州市 宝东的国人找不到周立王 把怒气转向了他的儿子寂静 沿游戏转向了他的儿子寂静 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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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到陏 tant 沿游戏 治县 治县 后来是公和行政 公和行政当然现在有几种说法 一种就是小说法 公北河 这是郭沫尔的说法 就是公北河 在那执政就叫公河 一种说法 那就是 等于是 一个底气领导的板子了 就是几个人在那执政了 在之后的整整十四年里 那个一心向振兴周王室 强大国家的周立王 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王城 最后并死在他乡 这时 当年被少公救下的 立王之子姬静 已经长大成人 大臣们拥立他继承王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宣王 也许宣王年幼之时 就目睹了父亲周立王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苦苦挣扎 于是 他在吸取了父亲惨痛的教训之后 开始整顿朝政 使西州的实力有所恢复 甚至可以反击常年侵扰西州边境的敌人了 在现今已出土的青铜器中 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宣王之下 西州国力恢复的证据 这件青铜器叫国际紫白盘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基 在它上面记录着周宣王十二年 国际式的紫白率兵大败 贤允的辉煌战绩 贤允是西州时期活动于今天陕西 甘肃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的游牧民族 在西州中后期时 常侵扰西州的边境 周王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无力反抗 在国际紫白盘记载的这次战事中 西州反败为胜 斩杀敌人五百人 俘虏五十人 这些记载着西州胜利的青铜名文 为我们描绘出宣王中兴的途径 然而宣王中兴并没有阻止西州衰亡的脚步 只不过是西州灭亡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随着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继承王位 西州迅速走向灭亡 周幽王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君王 他有个妃子叫包四 长得非常美丽 却从来不笑 周幽王下定 如果有人能使包四笑一笑 便重重忧伤 这时有人向幽王献了个馊主意 一天傍晚 临近王城的诸侯突然看到烽火 一位敌人来袭 火速领兵赶来营救 到了王城外 各个汗流加倍 狼狈不堪 却看到王城里灯火辉煌 五月喧天 周幽王和包四正在城头看热闹 各位诸侯敢怒而不敢言 气愤地收兵回营 周幽王宠爱包四 想要废去原来的王后和太子 离包四的儿子为继承人 然后皇后她的娘家很强大 你废除我 我就要把我娘家人叫过来 把你赶下台 公元前771年 幽王的岳父申侯 联合赠国和犬戎 攻打幽王 幽王命人点燃风火 向诸侯求救 然而周王室的风火 最终没有换来诸侯们的支援 却化为燃尽王室的烈火 青铜时代最辉煌的王朝 在周游王风火系诸侯的笑话中 走向终结 周人梦想建立的完美理智 被财富与力量的混战所取代 狐鬼上属于王者的蒸蒸誓言 最终成为西周王朝的一曲晚歌 但他同时也成为一个新时代开始的序章 为后世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周人梦想建立的完美理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文化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或者民族文化的根 三千年的臣服 没有推去西州王朝的华光 直到今天 他们依然闪烁在这些 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上 也继续绽放在偷人的笑容中 他开创了中国国家制度的先河 是一个称谦起哄的 一个王朝 完成了野蛮社会 向文明设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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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